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知道吗 外面 11度 11度 我现在因为我儿子在德国 因为他去拜访我的妈妈 所以我看德国也是11度 在这个11度有一个符号 也就是零下11度 对 就是零下11度 当然我们在德国是有卵梨的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挑战 对吗 每一个生命也有不同的挑战 所以我们总是要感谢神 不认他把我们摆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 就是去接受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接受11度 我们在德国就要接受零下11度 不论神把我们摆放在哪里 我们都跟神说我要为你发光 我们愿意成为那个光 而今天我们就是要分享这个光 因为这不是只有圣诞节 这也是一个光明节的一个季节 光明节就是跟光有关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光明节的话 而且它如何跟我们基督信仰产生关联呢 就大家待在这儿吧 我们等一下就会讨论 我们也知道耶稣也去这样的一个节日 在新约里面 所以我们想要跟随耶稣 我们想要看看在他的文化当中 他说了什么 然后他做了什么 而向他学习 因为基督的信仰就是跟随耶稣 阿们 也可以说跟随基督 因为我们说基督徒 所以跟随基督 这是我们的呼召 阿们 好 我们一起祷告 大家一起起立 尽管有这冷的天气 我们还是宣告我们的心是热的 阿们 因为神的热情在我们的心里 就像那个光上面的那个火 就是要发亮 我们也邀请神的火来点亮我们的光 就是成为那个光 然后能够清楚地看很多事 说啊 我们向你感恩 说啊 我们向你祷告 你会点燃这个蜡烛 在我们的面 谢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用感恩跟赞美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你是火 祷告你能祷告 这种蜡烛在我们的生活 祷告你能带来我们的灯 祷告你能带来我们的路 Lord through you we can see clear and today Lord we praise you because you are our God our good God our loving God the only true God thank you that we can know you thank you that we can work with you walk with you thank you Jesus hallelujah we praise you hallelujah yes Lord Lord we say we believe in you you are the only God you are the loving God you are the God who sent Jesus 你是把耶稣猜派到世上的人生 祂是我们的救主 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自由 也能够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 就是来认识祢 也来荣耀祢 谢谢主 奉主的名 Amen 我们拍照咱们我们的神 Amen Hallelujah Thank you Jesus Amen Amen 圣经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要靠着祂 凡事我们都能行 我们是靠天父的那一主 好 我们要靠着耶稣得胜 Amen Amen 我们使用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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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Amen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却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宝血 我要握住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我避难的手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却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宝血 我要握住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我避难的手 Hallelujah Hallelujah 告知主要避难的手 耶稣基督宝血 万化之王 Hallelujah Hallelujah 醒醒 醒醒出当的教会 挥出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让我们带点星星来宣告 我们胜过这世界 是靠着耶稣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我避难的手 我能胜过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一破碎 因耶稣基督宝血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我避难的手 Hallelujah 告知出当神基督宝血 耶稣基督宝血 王王之王 Hallelujah Hallelujah 醒醒出当的教会 挥出发光 挣扎黑暗的世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告知出当神基督宝血 耶稣基督宝血 是王王之王 Hallelujah Hallelujah 醒出当的教会 挥出发光 挣扎黑暗的世界 Hallelujah Hallelujah 告知出当神基督宝血 耶稣基督宝血 是王王之王 Hallelujah 醒出当的教会 挥出发光 挣扎黑暗的世界 我们来宣告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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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 我又能力胜过这世间 我又能力胜过这世间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先相信我必然的手 Hallelujah 告知主的圣经起 耶稣嫉妒是王王之王 Hallelujah 醒起主他们教会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Hallelujah 告知主的圣经起 圣经起 耶稣嫉妒是王王之王 Hallelujah 神起主的圣经起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 Hallelujah Hallelujah 赞美主 我们是靠领霸主 耶 神起実 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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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在美你 我深愛你 你的憐憫永不改變 每一天你的恩受扶持我 清晨當我睜開雙眼 直到我唐我我要歌唱 你的良善容美 我深愛你 你的憐憫永不改變 每一天你的恩受扶持我 清晨當我睜開雙眼 直到我唐我 我要歌唱 你的良善容美 一生喜事對我鼓勵 一生美好帶我到永遠 一些所有生命氣息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容美 我深愛你 你的憐憫永不改變 每一天 每一天你的恩受扶持我 清晨當我睜開雙眼 直到我唐我 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容美 你的聲音 你的聲音 令我經過水過失戀 黑暗中 如此靜靜我的靈 你是我的天父 你的好 你是我的結果 你制止我 你自稱我愛你 你的由燈失禀 i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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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力 你的wheel 你的声音 你的身影 你離我經過水過失戀 黑暗中如此紧紧握我的领 你是我的天赋 你是我让友 你生活在你的两下都美 一切心事 一切心事对我鼓点 一切美好带我到永远 一切所有生命期限于我要歌唱 神的良善荣美 一切心事 一切心事对我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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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一切左右生命提醒 我要歌唱 神的良心永迷 你良心要看顾我 永远在我生命 你良心要看顾我 永远在我生命 当我想如你 我见上生命 所有全属于你 你良心要看顾我 永远在我生命 你良心要看顾我 永远在我生命 你良心要看顾我 永远在我生命 当我想如你 我见上生命 所有全属于你 你良心要看顾我 永远在我生命 一生其实对我不眠 一生美好对我的永远 一些所有生命气息 我要歌唱 神的两下若美 一生心事 一生世世对我不眠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一切所有生命气息 我要歌唱 神的两下若美 一生心事 一生心事对我不眠 一生美好带我到永远 一生心事月 一生心事外 我要歌唱 神的两山 荣美 是的我们要赎上神 祢对我们的恩典 在过去的这三年的疫情当中 我们经历了水跟火 所有的思念 愿神让我们存留下来 是对祢的信心跟依靠 我们现在要为台湾 现在的政治环境 还有面对国际的启示 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代替论断 代替失望 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领受 为我们的市长 我们随着领受 来祷告 愿神来祝福他们 使他们有智慧 有能力 能看见真光 跟着真理而行 是神 你所浇灌的真理 而不是世界的真理 哈雷路亚 你所浇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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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你看见祢荣耀 祢无心交易 祝求祢充满我们 来转化着地 却祢尊用 祢生命 为祢而降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着地 让我们吹起 跟随祢带领 祝感谢祢 创造着土地 以此爱交换 祢洗了灯云 永无数的白昼 黑夜云云彻底 顺乎的人情 感恩的心情 现在都自愿 一起渡的心为心 祝求祢充满我们 来依置着地 痛苦疾病要过去 神经在运行 祝求祢充满我们 来转化着地 黑夜云云彻底 黑夜云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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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夜云彻底 主求祢充满我们 来依置着地 黑夜云彻底 活成维图 菱祢充满我们 来依置着地 静立正维图 木生境 你在运行 祝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黑暗全是要离去 祝求祢充满我们来一起这地 祝祢看见祢荣耀 并不信奖利 祝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全体最有祢神明 为祢而站立 祝祢一生祝福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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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愿意来抑制这块土地 祝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黑暗全是要离去 祝求祢充满我们来一起這地 怜悯我们是无知的百姓 愿你的深光照亮 充满这块团队 让黑暗的全世界就要退去 劝你尊荣你生命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治这地 痛苦疾病要过去 神迹在运行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 黑暗全世界要离去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治这地 劝你看见你荣耀 你无心交流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 劝你尊荣你生命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治这地 痛苦疾病要过去 神迹在运行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转化这地 黑暗全世界要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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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求你充满我们来治这地 全世界要离去 黑暗全世界要离去 尊荣你生命 为祢而降临 主求祢充满 主求祢充满我们来治这地 痛苦疾病要过去 神奇在运行 主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黑暗全是要离去 主求祢充满我们来治这地 全体看见祢荣耀 主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全体看见祢生命 为祢而降临 神奇在运行 主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和祢充满我们来状化 主求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大离冠我们来状化这地 祢充满我们来状化这地 主我们相信在今天 祢呼召我们 能够站立在祢的面前 主我们祷告说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靠着主 我们站立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主我们要祷告 主啊 愿祢充满在这个世代 充满在这个 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勇敢的心 主我们可以去面对 所有一切的风暴 因为祢说祢是 止息风暴的神 主我们感谢祢 愿祢把祢的平安 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我们知道在今世 直到世界的末了 祢说祢都与我们同在 主我们感谢祢 我们赞美祢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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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主啊 祢今天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愿祢更多更多的荣耀 彰显在这里 对每个人的心说话 让我们可以相复 让我们可以顺服 让我们可以行出来 行出祢的道 愿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祢加添我们力量 是的我们在这里宣告 神祢是我们的帮助 祢是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祢 打告奉靠主耶稣的圣灵 I'm so happy David and Claire is here 我很高兴David跟Claire 来到我们当中 他们有两个女儿 一个叫做Seraphim 一个叫做Evangelina Evangelia Lea OK 我有跟他们聊一聊 我希望我的这个 讲道不要太无聊 当然不是对你们 因为对年轻人可能会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 我们来 我们就玩学校 我们就是要来玩历史课 我们会来看这个地图 所以今天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光明节 就是非常接近这个Christmas 我们需要有一点点历史的介绍 我想要问你们 大家记得就是以色列的三个国王 三个国王如果以色列还没有分开的时候 就有三个国王 你爸爸的名字是什么 你已经有提到一个了 大卫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王 那另外两个呢 那在大卫之前是谁 那哪一个是在大卫之后 那在这个所罗门这个统治之后 在这个王国就出现了分裂 那这样的分裂是总是很糟糕的 那对王国来讲是很糟糕的 对教会也是很糟糕的 所以我们总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是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 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我们不希望有分裂 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王国是分裂的 所以当有分裂的时候 这个敌人就很容易进入 所以第一个就是从世界来的这个强国进入以色列的是 是哪一个国 亚树 亚树 所以我们来看亚树王国的这个地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比较深色的地方 这个就是亚树王国 这很大对吧 你有看到耶路撒冷吗 对 你有看到那个箭头在这里 就是耶路撒冷 然后在左边是埃及 在那个右边是巴比伦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王国 那这个就是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 但是他们并没有持久 而且没有任何很强大的王国可以存永久 只有一个 哪一个 只有神的国 只有神的国可以 所以在亚树之后呢 就是巴比伦王国 你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王国呢 其实几乎跟亚树王国的那个地图是有点类似 但它比较小 但同时你也是看到耶路撒冷在那里面 那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圣殿 那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国时刻 这个耶路撒冷是被摧毁的 然后这个圣殿呢 之后呢 也有重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圣经里面 你有那个尼西米的那个书 对 还有伊斯拉 那他们就是提到 就是重新再回来 然后重建这个殿 然后就是重建这个耶路撒冷 特别是那个城墙 那我们就想说 这样子这个就安全了嘛 我们再看下一个王国 就变成波斯王国 那这个耶路撒冷就重建 所以人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敬拜 但是在波斯王国之后 这个已经就不再写在圣经上了 它就是存在 就是旧约跟新约这之间 这中间又有一个王国进来 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人 就是他的名字 就是用A开头 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那再往下一个 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王国 他就从那个希腊那个左边 那个脚那个下来 那用他的这样强大的武力 他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 而且直到埃及 而且往西直到巴基斯坦 这个地方 有些人就是有去巴基斯坦 那亚历山大也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他在那个地方 就是很年轻的就走掉了 你们知道他几岁死掉了吗 三十三 谁比三十三最要年长 因为几乎大部分人都会举手 你可以去想象亚历山大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能力吗 他几乎征服了世界 他非常的强大 但是还是有一件事他允许 那他还是让犹太人 可以就是施行他们这样的一个敬拜 那在亚历山大死之后 他没有后世继生 那他的太太是有怀孕 但他来不及生出来 所以那个王国就变成分作四个 还蛮刺激的吧 因为这是历史 这是非常久的年纪 然后我们几分钟就把它讲完 那四个就是王国 就是兴起 其中一个叫做塞留古王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实也蛮大的 可是他只有亚历山大的一部分而已 大家看到左边下面那个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在这个时刻 有一个非常邪恶的王兴起 就是安提约古四四 那他就是禁止犹太人来这个侍奉主 那这就是光明节故事的一个开始 大概就是这样 下课 那我们回到这个教会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报 首先我们先看耶稣去修殿节 因为这个光明节也叫做修殿节 或宪殿节 为什么 因为这个Hanukah是希伯来文 那它的意义就是指线上 所以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十章22-23节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 是冬天的时候 耶稣在殿里 所罗门的廊下行走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耶稣也去参加这个修殿节 而且是在冬天 就好像我们现在庆祝 这个圣诞节的这个时间 因为圣诞节 它是后面才出现的这个节御 那即便是基督的信仰 在两百年前 也没有庆祝这个圣诞节 之后他们才把这个圣诞节 放在这一天 但是光明节是早就在的 在冬天 就像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表 那这个希腊这个王国呢 其实是蛮常存在那个地区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征服一个新的土地的话 你就会第一个想要先改变他们的文化 那这样你想要把文化改变成 他们的文化这个过程 就叫做希腊化 你说这是历史呢 还是在圣经里面有提到 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历史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预言 在但以理书 在第八章的地方 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 那你就会非常的惊讶 那但以理呢 他写这个书是在巴比伦王国那时候 所以是比较早之前的 但神允许但以理可以看见 我们来一节一节来看 第一节 那首先他先讲 但以理有这个意象 就是神允许他看到这个意象 再下一个 我见了意象的时候 我以为在以兰省书山城中 我见意象又如在乌来河边 他看到他自己 就是在接近巴比伦王国的一个城里 我举目观看 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 两脚都高 这脚高于那脚 更高的是后掌的 他现在看到一些图像 有看到一个公绵羊 就是有两个脚 它代表的其实就是 米底王国跟波斯王国 那有一个是比较大的 因为波斯在最后呢 其实他征服的国家有比较多 再下一个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 往南抵触 受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守的 但他任意而行 至高至大 下一个 我正思想的时候 我正思想的时候 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 遍行全地 脚步沾沉 这三羊两眼当中 有一非常地脚 他往我所看见 站在河边 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 大发愤怒 向他直闯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 向他发孽入 抵触他 折断他的两脚 绵羊在他面前 站立不住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 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守的 所以我的问题是 谁是那个公山羊 我们刚才就看了 所有的王国 对吗 那你觉得 谁是公山羊 是哪一个王 去攻打这两个 两个王 我们刚才说 巴比伦王国 然后米底王国 还有波斯王国 接着就来了 亚历三大大帝 就是掌控了他们两个 所以其实在但以理书 大家就可以看到 亚历三大大帝 这个王国 那你会说 这是真的吗 真的是假的 真的假的吗 如果你继续读的话 你就会看到 更多详细的细节 这个会令人兴奋 那你知道 这个就不是人写的 这是从神而来的启示 而且是更早就出现的 就是让丹尼尔看到 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亚历三大 就掌控了所有 成为一个很大的帝国 那我们知道 他死后 他的王国就分作四个小国 我们来看第八节 来一起 这三崖极其至高至大 正强胜的时候 那大脚折断了 又在脚跟上 向天的四方 长出四个 非常的脚来 你看 是不是就在这儿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你看他就是长出了 四个非常的脚 就这样子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塞留谷王国 那这个王国呢 跟这个以色列 就一直在争斗 我们来看第九节 到第十二节 四角之中 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 向南向东 向荣美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那这个美丽的这个地 就是神应许之地 好 四角之中 有一角 这里 他渐渐强大 高级天象 将些天象和星宿 抛落在地 用脚践踏 并且他自高自大 以为高级天象之君 除掉长 献给君的繁迹 毁坏君的圣索 因罪过的缘故 由君礼和长 献的繁迹 交付他 他将真理 抛在地上 任意而行 无不顺利 那你可以看到 真理抛在地上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刻 神的这个真理 被挑战了 事实上你知道 他们把希腊的神 放在这个圣殿里面 他们用尽各种方法 就是希望 有以色列人 能够抛弃他们的神 然后敬拜他们希腊的神 他们就禁止 所有的这个活动 那个割离 他们禁止那个割离 然后在安提约古世事 他甚至在圣殿当中 就是为这个宗师 建造一个祭坛 而且他下令 就是要献那个猪 他其实做很多 这个很邪恶的事 而且他就是 强迫犹太人要接受 你知道这个 对我们今天来讲 很重要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有些文化 就是迫使你 必须要向他妥协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非常感恩 我们是活在台湾 因为在很多国家 你是不能自由敬拜神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愿意去妥协 我们来看就是 但以礼书 好 十一章 好 来我们念 他必新兵 这兵必亵渎圣地 就是保障 除掉长线的繁迹 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巧言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刚强行事 大家再看一次 这个经节 有些人就是妥协 但是有些人却因为 认识神 然后他们刚强行事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个其实是 在几百年前就写下来的 而且也真实发生 所以在这个时刻 就有一个犹太家庭 就叫马加比 他说够了 我们必须要来起来 反抗这个大帝国 我们不想妥协 我们要来对抗他们 我们要我们的圣殿 只能够敬拜真正的神 我们就再回到 但以旅书八章 十三到十四节 这个地方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 问那说话的圣者说 这除掉长线的繁迹 和施行毁坏的罪过 将圣所与君礼 践踏的现象 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他对我说 到两千三百日 圣所就必捷径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你看这是两千三百日 如果你除以二 你就有 一百一十五 一千一百五十天 那这个时间呢 刚好就是 他们那个 就是那个王国 攻打他们 然后他们重建 这个圣殿的一个时刻 所以这个家庭 他们就起来 就是抗这个敌人 然后这些敌人 就逃离了耶路撒人 所以他们就重新 宪殿 所以他们就把所有 这个假神 还有假的祭坛 全部都挪去 他们就洁净圣殿 那一样有一件事 他们要重新点燃那个灯 那你要重新点燃那个金灯台 你要用特定的那个油 在旧约里面有说 这个油要怎么去做 这个要花八天 来制这个油 那那个时候呢 只剩下一天的那个油而已 所以他们说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就用 其他的油点就好了 那有些人说 不 不能这么做 因为这个油代表圣灵 那这个油呢 有一个方式 就是代表神带领的意思 我们要做 就是神要的那样的 一个真正的油 所以他们需要八天 那奇迹就发生了 本来只有能够烧一天的油 就烧了八天了 直到他们 新的油制造出来 这个才结束 那你会想说 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应用 比如说 我们想要真的油 也就是我们需要 真的这个圣灵 我们不想要妥协 我们想要这个 这个从神而来的建议 我们希望就是神能够对我们说 我们希望有神的话 我们希望神来带领我们 而不是任何的教导 而是纯粹由神而来的教导 就像纯粹的油 就是我们愿意等候 而且来分辨 而且要是能够知道 在适当的时候 神会将这个油供应 神也会对我们说话 这也是在光明节 这也就是在那天 一天的油 居然可以持续八天的理由 所以他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 这个新灯台 就看起来像这样 你可以看到有几个灯台呢 就有八加一 那中间那个蜡烛 就是来点燃其他这个蜡烛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第一天 今天晚上就是光明节的开始 每一天你就会点一根蜡烛 就是去纪念 就是神供应 这个纯粹的油 来为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真实的光 那这个故事到底是写在哪里呢 这个是写在一本书 这一本书呢 我们不叫做这个圣经 但是它还是一个历史书 这个就是叫刺经 就是另外的书 在马加比一书四章三十六节 它说 犹大便对兄弟说 看哪仇敌已被击溃 现在让我们去洁净圣殿 重新将圣殿奉献给主 所以你就有这个故事 所以如果今天你记得 也许你在家可以找一个蜡烛 你就点燃这个蜡烛 你跟你的家里的人说 光明节快乐 你可能会说 顾牧师 我从来在教会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 让我告诉你 十二或十四年以前 我去以色列 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向大家介绍犹太人的节日 比如说祝篷节 我们在这边有搭那个篷子 那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教会会搭这个祝篷 你现在看很多教会 他们都会搭这个祝篷节 因为上帝要整个恢复那个真理 那我告诉你 在接下来几年 很多教会应该也会讲这个光明节 因为这是一个从这个 这就好像这个希腊文化一样 就是他们想要去遮盖那个神的真理 那很多我们的基督信仰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比如说德国 美国 或者是加拿大 这个都可以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想要回到这个犹太的文化 是什么 就是神百姓的这样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常会忘记 耶稣是这个真理 是吗 不是美国人吗 不是 犹太人 你再说犹太人 他说耶稣是犹太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不是美国人 他也不是德国人 也不是台湾人 也不是这样很棒的电影明星 他是一个犹太人 那在这样的一个犹太文化 他教导我们 他是弥赛亚 所以我相信这个节庆 会告诉我们很多新的东西 那我想要在这个 跟这个连结 跟新约有点连结 然后跟圣诞节 在同时 再做一个 适合 好 那终于我们来到圣诞节了 那我们在圣诞节 就是庆祝什么呢 就是耶稣的诞生 而不是那个小耶稣 我们知道耶稣是诞生在这样的一个马草里面 但是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他是一个非常强有有力的弥赛亚 而且他是真光 所以在光明节我们看到这个光 那神公益这个光 而且这个纯净的圣殿 那也是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圣殿 而神现在就住在我们这个圣殿当中 就是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耶稣住在我们当中 而耶稣就是真光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说的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 耶稣说 他说什么呢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有 有 好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经节 如果你的生命缺乏了方向 如果你在你的生命有疑惑 一旦你相信了耶稣 我知道这不太容易 如果你真的相信的时候 突然之间所有的事情都会变明白了 这就是光 我从哪来 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我的命定是什么 如果你相信耶稣 你会有所有的答案 如果你不相信耶稣 你就只能够处理你眼前所看的 那在哲学的角度来看 就是看到这个物质 就是你只看 只相信你所看得到的 或摸得到的东西 如果出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样的一个主意 如果就是你不相信神 或不相信耶稣的话 那就没有目的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就会非常地令人觉得惧伤 但是当你相信耶稣 你就会有这个光 你会从黑暗中看到光 那你就会明白你是谁 如果你没有耶稣 你不会接受那什么都没有 你就会必须要编造另外一个信仰 这就是这个世界做的事 你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同宗教 因为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啥都没有 所以你就一定要自己 就是创造一个东西 但是神跟我们说 我在这 我拆派耶稣 就像圣诞节 我将耶稣拆派到这个世界 他就是世界的光 当你相信他 你就会有这个光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相识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那这代表就是整个世界 现在还是在黑暗中 很多人还不明白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叫成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希望宣告这个光 我等一下会来讲 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 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 那我在下个 明年 我会再 讲更多有关这个 路加福音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它同时也讲到光跟黑暗 因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黑暗时刻 在旧约是最后一个章节 是在几百年以前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后呢 大概有两三百年的 这样的一个安静 就是沉默的时刻 神在哪里呢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信靠它 它真的在那里吗 但是有些人就是持续把这个光照亮 我们来看这两个经节 在路加福音一章五节 当犹太王西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师 名叫沙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以利沙伯 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摘的 他们两个人都是义人 代表着他们相信神 但是这个周遭 还是都是一种黑暗 虽然我告诉你 就是希腊王国已经走了 那现在谁在那儿 那个希腊王代表什么 就代表罗马帝国 那你后来就看到有罗马帝国 但是你还是有看到 对神有信心的这样的感性 就是有这个光的 那在耶稣再来之前 那有一个先锋者 就是谁 就是约翰 施洗约翰 对 就是施洗约翰 他宣告 就是耶稣要来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光明节 我们就是宣告这个光 圣诞节 我们说真光会来 耶稣会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神预备了我们 就像这个施洗约翰 他就是一个先知 他的整个的生命 都是一个预言 他就为神预备这个道路 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 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约翰出生 那他的爸爸 他爸爸就是领受神的一个启示 就是说这个孩子要叫约翰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他爸爸说什么 67到79节 这个要花点时间 那这就是关于我们教会名字的 一个重点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叫晨光 今天你就会知道 就是他父亲这个莎加利亚 被圣灵充满了 就预言说 主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主 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 圣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惹受 向我们列主施怜悯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 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孩子啊 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等一下 首先你有看到 这个祷告当中 有一些历史 因为耶稣撒人 总是会被别的国家压迫 比如说亚述 巴比伦 博士 亚历三大 等等 他说现在我们就要领受自由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经节 他现在就是 这个爸爸对着这个John 这个施洗约翰说 他讲 你是至高者的先知 你会行在主的前面 你会预备他的道路 下一个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救 就知道救恩得赦 因为耶稣来 所以以至于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救赎 因为他在十字架 为我们罪而死 现在 好 来 大家看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那在其中一个英文的圣经呢 就用day spring这个字 就是成光 这边的话 它是用rising sun 就是清晨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因着神的怜悯 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谁是那个清晨光 耶稣就是那个晨光 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光 当耶稣来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下个经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看看这个经节 耶稣来 成光来 真光来 而且是照亮我们 照亮那些 坐在黑暗死印中的人 在黑暗中 就是你看不见任何东西 如果我们看不清楚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被救赎的话 我们就会死 我们已经死了 但是耶稣拯救了我们 将光带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且引我们的脚 到这个平安的路上 这就是我们 成光教会的名字 还有一个最后的经节 在我们结束前 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 也是这里很早就在旧约里面提到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所以将我们这个全部放在一起的话 光明节跟圣诞节 就是我们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常是被人家践踏的 透过教育 可能你的文化 任何你生命当中的影响 但是神呼召我们 要重新献上这个圣殿 说我这个圣殿只有一个祭坛 这就是为真神所摆上 虽然我的里面 只有一点点油 但是是够的 我要等候神给更多的油下来 而且我们有光 我看到那光 因为耶稣就是那光 我有光吗 我有接受耶稣吗 如果我接受耶稣 我就会有光 那很多我生命当中的事情 我就可以明白 也许是我婚姻的挣扎 神就教导我爱 神就教导我要更多像祂 也许是我工作上有挣扎 神要我成为一个诚实的人 就是为祂的爱来做这个见证 也许是我生命要看到的一个意向 神要我为祂的荣耀活出 而且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上 而且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能够来实现 祂对我的呼售 就是要荣耀祂 如果我有这样的一个光亮 我就不在黑暗中行走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这个讯息 谢谢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光明节 也感谢祢圣诞节即将来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光 我们可以分享这个光 主啊 愿祢来预备我们 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星期里面 能够让我们明白 我们就好像圣殿 祢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主 今天我们要来重新献上这个殿 我们要说 神啊 我这个身体是为祢 我们生命当中不再有任何的偶像 只有祢真神 谢谢主 哈雷尔亚 当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愿神来向你说话 让神来对你说话 我鼓励你 你有光吗 你愿意领受这光吗 为神来发光 哈雷尔亚 哈雷尔亚 我们一起站立 我将前的灯 我路上的光 就是祢 耶稣就是祢 神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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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我叫简单的 我路上的光就是你 耶稣就是你 我生命的宝藏 圣光全世界就是你 耶稣就是你的心 有我的心 有我的灵 我要永远 敬拜了 送在你生命 送在你生命 祝每一天 祝每一天 我看不明 与你飞翔 还让我心 有我的心 有我的心 有我的灵 我要永远 敬拜 我送在你生命 祝每一天 我看不明 与你飞翔 好让我心 你带走我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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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即使把唇 you带走我用手 你带走我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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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每一天 我可慕你 与你分析 好让我心 休息 用我的心 用我的力 我要永远 敬拜地 坐在你身里 祝每一天 我可慕你 与你分析 好让我心 休息 用我的心 用我的力 我要永远 敬拜地 坐在你身里 总的你身里 祢我们再次向祢献上感恩 愿祢来预备我们 我们今日再次献上这个点 愿祢的名得荣耀 愿祢祝福即将来临的这样的外展活动 愿更多的人看到祢的光 谢谢主 在最后我想要鼓励大家 找一个两个人 就是来分享你下个礼拜 有没有邀请一些人 然后彼此互相祷告 祝福 大家要勇敢做这件事 然后就是找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然后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 就是礼拜六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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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